他说有一段具有1000个简积对的双骨DNA片段 注意到他讲的是1000个简积对 请问总共有几个核干酸? 2000个 那这个简积对是双骨啊 所以我把它写在旁边 这是双骨DNA 这样说双骨DNA一定每一股都会有ATCG 比如说这是A这是T这是C这是G 那对面呢 A就配T T就配A C就配G G就配C 那这一股有多少个呢 1000个简积对 对面也是1000个简积对 好现在呢我们来看题目 他说其中有一股的提示150 这边150 那这个简积对就是150个 那另外一个是C有300个 这边是300 好所以这个简积对有300个 剩下的两个简积对 A配T或是G配C不知道 但是已经跟你讲说 A加 这双骨来讲 A加T跟C加G 这两个是1比4 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下代数练习 就是这边有四个简积对 对不对 我第一个讲的是左边 第二个讲的是右边 好比如说AT配就是左边A右边T 那TA配就是左边T右边A 好 AT配TA配CG配跟GC配 总共有四个不同简积对 其中有两个我们知道数量了 一个是150一个是300 另外两个不知道啊 我称为X就称为Y好了 X跟Y个 好那怎么看呢 X加Y加150加300 得是1000个简积对 对吧 150 我这150写好一点 好那另外呢 写好一点写好一点 另外呢又知道说A加T跟C加G为1比4 好什么叫A加T呢 A加T就这一个跟跟这一个 前两个都是A加T了 所以X加150 比上后面两个是C跟G 300加Y 得是1比4 好了 联力方程式 求谁 我要求的是Y 因为你要看题目 题目问的是谁 题目问的是G 好G在哪里呢 G在这里 G在这里 所以G的数目是300加Y 所以我只要知道Y 我就知道G的数目了 所以我其实要求的是Y X就顺便求出来 以上我就解到这里 就把它算完就知道 X跟Y跟谁 Y再加300就是G的数目了 好以上是那个单选题第五题